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么八观在界是佛陀慈悲 为在家的居士种下出家修行的圣因 八观在界是以舞界为基础的 再加上不做高广圣长 不过往观听各种祭乐 尤其主要就是持舞 它是以灾的意思是过舞不食 通过持舞对饮食的阻断 能够使我们的心能够起义 能够清静 能够这样的话 我们截断那种饮食和饮欲之间的一种相互增上 所以持灾能够使我们少睡眠 少滩育 得禅定 那么为什么我们要在这个佛期之间来受这个戒呢 这也是根据《无量寿经》的理念 它是若一日一夜乃至 若十日一夜乃至一日一夜 在精进念佛的时候 它前面都有灾戒情境 那么在东陵寺打十天百坏国期 我们是作为硬性规定 一定要持八光灾戒 要么你受不了这个你就不要进去 那么这次我们在这里是方便提偿 你愿意受就得受 不愿意受觉得自己受不了也没关系 但是受了肯定会好 我有一个朋友在年轻时 已经受洗成为天主教徒 如今好多年没去教堂做礼拜了 他现在想信佛或者住三归一行吗 是否有罪 现在想信佛受三归一 那很好啊 这一念的觉悟都是叙事善根的流露 那么任何宗教都是使我们生命向上的 那么佛教 尤其念佛法门 它所包含着世间的善法 和其他宗教里面的有些好的东西 同时它更终极关怀 解决六道的轮回 解决快速令我们佛性显发的过程 所以现在我们能够想住三归一 不仅没有罪 而且是多功德 殊胜的功德 无量的功德 不要错过 弟子在学诵心经和大悲咒 学来学去都不会 是否 涅障深重 你已经回答了 是涅障深重 这个心经只有二百几个字啊 怎么学来学去都不会啊 大悲咒也不长啊 所以你下个决心 有时候下决心 你用七天的时间解决背诵问题 如果背不下来就不睡觉 你能够下滑心 又靠三把的架势 能够背得下来 这样同时也是消灭障 记忆力这么差 这么行 法师 听了你说佛 我决定在十一月十日归一 请问 一 在归一之前 我需要做些什么呢 在归一之前 只需要扭一颗真诚的心 在归一的当天 我该做些什么呢 也只要你一颗真诚的心 最重要的是归一之后 我应该怎么做呢 那么归一之后 一教奉行 到时候在三归一仪式上 会教你怎么做 我几乎天天睡觉中做梦 梦到的都是已故的亲人 尤其是已故的妈妈 梦中有对话 甚至哭了 为什么我会做这些梦呢 请师父开始 你心太散乱了 做梦太多 不是好现象 尤其是你梦的都是已经去世的人 无以内聚啊 你身上的这种阳光的这种不胜 阴气太重就感应了这样的过来 所以你现在要好好念佛 名号当中有无量光 能够使我们的心 乃至我们每个细胞都能放光 当我们身心都在放光的时候 这些已经去世的这些人是靠不进的 然后我们把我们念佛的功德 回向给已故的亲人 让他脱离幽敏的不善之道 生到善道 尤其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就好了 把道场里迟到的菩提落叶 收为己隐 算是偷盗吗 把恒河的沙带回家供活 如法吗 那么偷盗它有一个根本的区别 就是它是有主物 如果这个有主物 你没有经过这个主人的允许 你自己就拿了 叫不予取 人家没给你 你就取了 这就换到 但如果这个东西不是有主物 是地面上的落叶 寺院并没有说 这个东西 但是如果是寺院范围当中的 树上的果子 你不要拿了 如果是这个地方 它是不要的 你拿回家 没有关系 所以其他东西 亦不如是 它是不是有主物来判断 请问 如果做了一百件好事之后 又做了一件坏事 以上的一百件好事 是不是等于没做 不会的 这个 事法做法位 各有因果 你一百件好事 有一百件好事的善果 你一件坏事 有一件坏事的恶果 它是丝毫不会紊乱的 但这里不是要将功抵过了 他都会有报应 昨天 二者都不是 那么感通何解 往生何时 此人知道自己 当下已经感通了弥陀吗 那么对于自行感通 记得往生这一点 无论是无量寿经 还是观无量寿经 有明确的这样的表示 那么原法三性 即得往生 包括无量寿经讲 一念尽性 即得往生 这是有圣灵的依据的 但是你当时感通的当下 是不是会见到阿弥陀佛 这不一定 尤其尽管你用信心感通的 但是你心里的烦恼 波动还是存在 虽然佛在面前 你还是看不到 就好像月亮已经在上面 但你的水很浑浊 见不到月影 但见不到月影 这个月亮就在那个地方 那么在净土经典 包括祖师大的表示 自行感通 当下往生 就在西方净土 他都有表现的 就在七宝池里面 有你一朵莲花在那里绽开 但这种情况也许你不知道 但是只是存在 在净土圣仙路 有一个夫人 让他的丫烦 这个聂伯 那个丫烦先往生了 先往生就跟他来报告 来报告之后 他看起来不大相信 他就最后就 你能不能带我 到西方极乐世界看一下 这个丫烦还带他的 原来的夫人 主人就到西方极乐 在那里就看到一些莲花 雕名 这个是谁 那个是谁 其中还有一朵 那个夫人的莲花 还比较大 还比较业 但这个夫人并不知道 但是西方净土 有他一朵莲花 那么这个贵夫人 是灵命中时 在观音圣诞那一天 站着往生 非常自在 如果信愿 制成到了一定程度 是否就可以预知实至 若人尚未预知实至 就说明他信得还不够 信得还不够 请问法师 我的这种理解 对吗 有没有一点太苛刻了 制成到一定程度 是可以预知实至的 说这不是我们自己 有这个预知实至能力 是阿弥陀佛 观音世智 以种种不同的形式 会来告诉我们 大多数是在梦中告诉我们 原来有一位居士 他念佛 结果他预知实至很有意思 是梦到了观音菩萨 观音菩萨就给了他一个念珠 说你往生的时间 就是这个念珠的数字 他回来一数 五十三科 五十三科 五十三科他就 果然转到第二年 五月十三日那一天 他就告诉我 今天是我走的时候了 还真的就是那一天走的 五月十三加起来 五十三科 所以这些都是 心里会默切于心 心里是会知道的 所以只要制成 一定能够做到预知实至 但是即便有时候 可能你太昏迷了 这个有时候给你种种的暗示 你都不了解 蒙头蒙脑不了解 不了解也没有关系 也能往生 如睡梦去也是往生 所以主要看他 我们在阴地当中 幸运持民 有否这样的条件 我二十刚出头 直升在海外求学生活 虽对佛教和净土中 有绝对的信仰 但花花世界与环老都太多 尤其对我这样上海年轻 又完全自由 无人管输的人来说 更为恐怖 我很害怕自己 将来会在感情 或者在物质欲望的洪流中 迷惑颠倒 有忘了弥陀 即成有过的道行 所以我很想快点见到弥陀 而且预知实至 哪怕几十年后再往生 这样我心里也比较有底 不会害怕 请问我的这种情绪可以有吗 那么你见到弥陀 是不是当下 今天见到 今天弥陀叫你走 你能走吗 有很多人说天天往生往生 一旦真的把阿弥陀佛念来了 他马上告假了 哎呀 我再请几个假 那你这个 你就请得更多了 请了几十年假 所以你说你有绝对的信仰 你还不能说这么慢的话 还是看不破 在这个时代 无量节以来的生死问题 别说我二十多岁 就是十几岁的人 一旦见到阿弥陀佛 马上走 没有丝毫的眷恶 你还认为你二十多年的丰富多彩的生活 会增加你多少功德 是不是 这个世间太难了 太难了 这样以后你到了西方净土 以逍遥自在的身份再回来了 这时候你披上红色盔甲了 你就好办了 在这里我们做任何事情都是落塘鸡 很可怕 很恐怖 见到阿弥陀佛还不赶快走 再者请法师启示 我应该怎样在这说长不长 说短不短的人生道路上 不断地自我坚定道行 以走完这一世红尘之道 夜离说谱 心求极乐 世间的人都是很贪恋这个世间的 无论是年轻的人 就是年老的人他也贪恋了 叫他多活一天都是好的 好死不如宅活 就是这样 所以有很多古德为了警觉自己 宋代都有一个官员 他就自己做了一口棺材 每天晚上睡在棺材里面 然后让他的用人 每天早上五根的时候 就用棍子敲那个棺材 跟他唱一首歌 这个归去来西 但是吴信搜 吴信搜 就叫他的名字 吴信搜 你这个老头啊 归去来西 三界无安不可停 西方净土有连台 归去来西 他一听这个唱三遍 马上起来在棺材里面念过 他都这样警觉自己 所以这个世间 真的要有一个彻底的厌理心 你这样的以厌理说破 心求极乐的心 每天坚持至少一万声佛号 你大概在这红尘里面 不至于淹没 火中生年 居成穴道 最终回归极乐的故行 这有两个问题 众生初发心学佛 需要善知识引导 善知识的标准是什么 我们怎样辨别真伪 佛留给我们四一把 我们如何善用 特别是 依法不依人这一点 这一条 能够对此做出判断的 仍然是我们当人自身 也还是不离心意识 对吗 如何才能 如理如法地 做到依法不依人 才不至于 受自己分别执着的影响 那么这个问题 也确实是一个 带有普遍性的问题 末法众生 他是需要善知识引导 那么善知识的标准是什么 是这个人很有福报吗 是这个人地位很高吗 是这个人知名度很高吗 也都不是 末法时代善知识唯一的标准 政治正见 我们在这个舒服世界的 无名暗夜里面 走在悬崖峭壁的夜路上 就是需要一个火把 没有这个火把 我们就掉下去 那么 怎么辨别真 未善知识 确实是一个大问题 我们怎么知道 他有政治正见 或者他是相似的政治正见 或者整个的就是 邪知邪见 往往邪知邪见 好好辨别 特别是相似法 就像披霜 包上了一层糖衣 这就麻烦 所以我们辨别的 唯一的一个正确的道路 就是要直接去照面 去研究圣言量 和在镜头中要研究 中国镜头中十三代祖师的事情 要把这两个参照系建立起来 我们才有做辨别真伪的能力 否则这两个参照系没有 是绝对没有辨别是非邪正的能力的 那么这样的一个建立这样参照系 就好像写书法要临摹一样的 要经过一段比较漫长的临摹 你只有临摹 对古人的书法的种种境界 技法都了解之后 你才能判断这个人写的怎么样 那个是什么 为什么你通过临摹的过程 头脑当中已经建立了一个审美标准 那么我们学佛法也是一个临摹过程 临摹是原谅 临摹祖师 然后我们建立了一个 以佛之见为己之见的这样的一个参照系 才有可能 但现在的众生正好他没有这份耐心 他走短平快 在这个卡通的时代 他也就没有一个这样的过程 于是他绝对没有办法去争为辨别 然后这就涉及了 佛陀在灵涅槃的时候讲四义法 义法不义人 是确实千真万确 这个法是什么 是一切众生本具的那种智慧 规则 道德 这个法就是佛法身是众生本具 那么这个人你不能依人了 人是有种种的烦恼的 种种的我值的 他的心里是非常的充满激辛的 他不断地在一种自欺欺人当中 因为他连自己都没办法依靠 这一念生住一灭过去了 都是虚幻的东西 所以依人不可靠 也一定要依法 那么这个人是否善知识 也得用法去判别他 所以这里面就对现代众生 也是比较难的一个情况 所以我们就提出以古为师 以古人为师 比较不至于上当 以善言量为师 而且一般的人容易依人 不容易依法 因为人都有感情的 他在这种相互的接触 或者相互求法 相互摄受过去 他容易产生一种感情 有感情他就认为 哎呀我的师父啊 最好啊最厉害啊 他是千真万求的 甚至崇拜到连祖师 或者连圣言量都不看在眼里 我师父最大呀 那些东西都是不行的 他都这样 这样来搞 所以我们要注意啊 不要依自己的情境 下面是依 依字不依识啊 是依智慧 不要依那个情识去判断 下面是 我们常常听到 依止一味善知识 修学佛法 应该是百分之百服从 修学成就的关键 在于沉浸而受 一切法得成于人 我们如何才能做到 百分之百的服从 当我们对人 对法都没有 智慧的抉择的时候 就马上谈百分之百的服从 这是有风险的 我们百分之百服从的是 圣言量 是祖师的思想 这没有风险 这个沉浸 真诚恭敬 一切的荣耀 要归向阿弥陀佛 无量寿经也说了 要把阿弥陀佛作为大导师 当我们在信任 持民的时候 我们就在跟阿弥陀佛 构筑 这个镜头五经 就是指向我们修行的 一个指南 五经如果还很难了解 他的真实义 祖师的全息 也是权威性 所以我们放下这个道路不走 你就在世间 找一个随便什么人 来谈百分之百的服从 这是有危险的 有很多新性宗教 外道 他善于做那些精神控制 甚至你 你不这样 你就给你有什么恶果 这样这样 让人害怕 恐惧 这些都不是佛法 所具有的东西 所以佛教是自信 确实不是盲从 更不能搞偶像崇拜 不能形成造神运动 否则人家 社会人士 真是觉得 这个佛教太逼层次了 真的搞迷信 佛教是最有智慧的 我们跟阿弥陀佛 都是平等的 心佛众生等无差别 比一丈夫我一耳 哪能去盲目地崇拜 所以这些我们都要注意 修学的关键是 情 沉浸 这个沉浸 真诚 真诚是来自于格物自知 格取了我们的物欲 开发了我们的智慧 才能一成 一成才能新正 那么这个过程 本身就是破除我执的过程 破除了我执 那么我们用这种真诚的心态 我们来判别 我们所接触到的道理 和我们的老师 法师 还有居士大德 就能看到 他 我们有自己真诚的心 判别他是不是真诚的 如果他不能做到真诚 你怎么就能百分之百服从他 那么进 确实 恭敬 是得到佛法利益的 一个诀窍 成敬 但首先要进什么 成敬三宝 要成敬阿弥陀佛 你如果这个成敬的前提对象 都不能建立 你就谈对一个世间的人的成敬 是有风险 也是没有根本 所以如何才能做到百分之百的服从呢 拿摩 拿摩是什么 它是梵文 多意不凡 礼拜 恭敬 救我 归命 归源 现在我们要把拿摩提到最高的程度 就是我把生命交托出来 交托谁 不是交托这个世间的任何人 是交给阿弥陀佛 只有我们实现了把自己的身心 拿摩到阿弥陀佛的时候 我们就成功了 就到达彼岸了 如果你不是拿摩到阿弥陀佛 是拿摩到其他人 就有风险 大家要注意 好 南无阿弥陀佛 时间到了 谢谢 好 谢谢 谢谢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